所以佛法从哪里来的 佛法是从自己真心本性里就留出来的 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 明心见性的 他就自然留出 没有见性的人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言论 我们写出文字 从哪里留出来的 从阿赖耶留出来的 不一样 阿赖耶是什么 洗衣性 是我们所学 记忆里面 我们记得很多 叫佛学 多问 我们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不是从自信流露的 可是明心见性之后就不一样了 也就是说 他不是分别心 不是执着心 不是从这个心里 世间东西全部是从分别执着里头 流出来的 只有啊 只有啊 祝福菩萨 他们讲这东西 从清净心流出来的 从平等心流出来的 从真正慈悲心流出来的 这叫灵文啊 这叫圣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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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圣经啊